5月17日,中亚五国国家元首乘机陆续抵达咸阳国际机场 古城西安迎来一大盛事 那么接下来的两天,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将在这里举行 这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主场外交活动 如此重磅的峰会,为何会显得西安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历史 十三朝古都西安是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的起点之城 那时候的西安还叫长安 大家熟悉的张迁、法险、玄奘都是从这里出发 更值得一说的是,西安的试花是石榴花 而石榴树正是产自中亚 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中亚正是首畅之地 如今,一趟当中欧班列长安号从西安出发 将大量的中国制造的商品运往中亚国家 数据显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 已开通西安至中亚国家等17条带线通道 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国内的29个省份的货物在此集散 为深化中国同中亚合作 促进双向物流畅通 发挥了不可替抬的作用 如今,西安作为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城市 其吸引力已经辐射到了中亚地区 越来越多的中亚朋友来到西安旅游、求学、生活 就连哈萨克斯坦的总领事馆也落户在西安 连接历史与未来的西安 因此成为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缩影 走进西安也便走进了中国 此前,20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 上河组织青岛峰会 金庄国家领导人下门会晤 外界通过不同的城市风情感受中国主场外交代客之道 体位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独特气质 这次让我们聚焦西安 看中国主场外交如何再一次的浓墨重彩地铺展开来